引伍曰 譬如說怕中聯辦的事情 應該是不用怕 我們基本法的22條 第1款 他有幾款 第4款 就是說 那些人 進來香港住 入境 那些人提了150人一天 那時候 那時候待會再說 先说第一款就是说,中央政府核下的机构,以及国省、园、独立区那些机构,不得干预,写明了,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本法处理的一切事业,管理的一切事业,即是说港人治港的事业, 即是高度自治的事,不得干预,中央政府核下的,包括中联办,当然包括中联办,其他省市即是,譬如广东啊,福建啊,港西那些,其他省市啦,好了,那些不要说了,如果先说在香港里面,如果有人犯了这一条的,他就叫做什么,叫做违宪啦, 这个基本法是我们的宪法来的,违宪啦,好了,违宪那又怎样啊,如果我犯了违宪,你怎样啊,没有收,因为违宪那又怎样啊,因为没有具体的法律,没有具体的法律,没有具体的法律,你都说禁止,于是你就香港为了两制,你就要做一个法律出来, 好了,和23条有什么,有什么关系呢,你看到,23条写明,是保护一国,保障一国的东西来的,他就说,不准treason,不准叛国,分裂国家,不准泄露国家机密,等等的东西, 但是他那一条写明,那一条写明,香港特邦政区应自行立法,有立法责任的,有立法责任的,那那里有个宪制的责任, 所以呢,23条是香港政府的宪制责任,但是22条没有说,没有这一句,没有这一句,没有说应自行,没有英自行立法,但是可不可以立法呢,没有说不可以立法的,香港自己立法会立法的,可以,是用来, 所以呢,不要,使得人说,我违欠,咬我吃牙,那样,违欠不好,不要试一下,那你有什么法律管我呢,就是做完它, 于是呢,当那个政改做完了,做得到,通过那个法律,政改呢,如果拿到三分二的人,同意我的政改那个方案呢, 嗯,做行政长官应该,应该拿个方案,上去做个报告书,给中央交给中央政府,嗯,那我有现在这个方案, 这个方案呢,就是三分二立法会议员同意的,有广大的市民支持,请你,让我重启政改,嗯,请请,重启政改,嗯,如果他说不行呢? 他,他不是这样说不行的,他说,那八三一呢? 我也知道,他呀,那八三一呢?有可能说,有可能不说,那为什么有可能不说,你不要说我天真? 如果我選到,他就不會說,因為我現在也是提議這些事情,如果我都選到的,就不會說,對不對? 即是充分授權,我明白了,對不對? 好了,就算他說,我選到之後,他說,我跟他說,現在2018年,最少2018年,我很聰明,做到的政改,2018年,即使我做了之後一年,做到的,很聰明,搞不定的兩年, 2019年做到,我拿上去了,這個報告書,喂,他說,那個831,為什麼你不說? 綁住的,說明要約束以後的政改方案,為什麼你不說?我說,Sorry Sir,現在你說歷史? 因為是根據實際的情況,和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,這些事情,現在2019年5年, 你跟我講歷史五年前,或者四年前的事情,為什麼你要講歷史? 現在實際情況轉了,A lot of water has gone under the bridge, 你跟我為什麼要講歷史呢?為什麼我不跟你講1997年7月一天呢? 那時候什麼都沒有,只是德國基本法,希望做到,做到了之後,回來才,再用這個政改委,諮詢委員會,再考慮,怎樣為立23條立法,同時為22條立法,當我,當我保障你一國,這樣保障我香港的兩制,同時進行。 我再重複一次,如果我沒有理解錯,就是23條,因為香港,有一個憲制責任,我們必須要做的。 那23條就是保障一國,但現在胡官你提議,就要有個22條,就是保障兩制。 一國和兩制,我同時都有法例去保障,明白? 那麽呢,國內不可以說,為什麼你整條22條出來,香港人不可以說,為什麼你整條23條出來, 因爲,不要先說那個責任,就是保障一國的時候,保障兩制,無亡初衷, 一國和兩制一樣重要,就是這樣做的。如果是你的政改過不了,不要做,不能做,因爲,社會會更撕裂。 因爲,你不會在重啟不了政改的前提之下,硬要推過23條? 因爲,重啟政改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要求,就是22條要落實。 不是,先搞到重啟政改,爲什麽呢? 因爲社會很撕裂,所謂撕裂呢,大約一人一半日,在那裡吵架,不停吵架, 因爲,沒有東西可以同意的,一點都不和諧, 如果你搞到三分二人同意的政改,就不同了,有三分二人,對三分一人, 是不是一人一半的,不是一人一半的,大家都贊成,和而不同,贊成了政改, 搞定到政改了,於是社會和諧了很多,一搞,這麽難搞的事情搞定了,和諧了很多, 然後進行22條,23條,一齊立法,這樣的時候,因爲,需要一半,立法會員同意的, 這些不是改基本法,沒有改到,所以,就很容易解決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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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